好端端的开在路上 一辆休旅车 闯红灯后冲了出来 白色轿车煞车不急 直接撞了上去 这件休旅车在马路上 转了180度后才停了下来 零件散落一地 吓坏所有人 还好吗 人 人要不要这样 遭撞的驾驶吓傻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回到现场还可以清楚看见 保险感还留在原地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猛烈 当时就是在这个路口 休旅车抢快闯了红灯之后 知新汽车闪避不及 拦腰撞上 听到声音有很大声 很大声 驾驶坐在车子里面要吓傻 对啊 脚都软了 因为这个车速都很快 在这个路口你会不会特别减速慢行 会会会 这边越空旷越危险 这边没有车速照相机 事情就发生在29号晚上 台北市浮远接于塔优路口 零线驾驶未注意前方号制 强快闯了红灯 和执行汽车发生碰撞 休旅车转了180度后才停下来 没有受伤 后来他们是有协同协议和解 然后我们一次出禁 驾驶声称没注意红灯 才会冲出路口 幸好没人受伤 只是这一状也吓坏了所有人 记者江英文 陈廷汝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得下距尚